不理由吐司一刀切下 飄散濃濃奶香 就連塔皮餅乾 涂上的也是號稱奶油界LV的 法國名牌奶油 網路人氣甜點品牌 歷時一年在東區開出 法國頂級奶油專門店 它是手工製作 我覺得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化口性 你在吃在嘴巴裡面的化口性非常好 重點是它在嘴巴裡面口腔流的味道 會流得非常非常久 光是今年下半年 就有不少甜點店陸續開幕 像是Criminal可頌開在大同區 但宅七月底重新開幕 深夜則是八月二十 在大安區試營運 現在就連便利商店也來 瓜分甜點市場大餅 像是超商龍頭 他們在全臺兩千多家門市 都設有這個專屬的甜點櫃 從日系進口的甜點 到自由品牌等數十種甜點應有盡有 烤布雷風味舒芙蕾螞蟻人最愛 選用北海道生乳 做成內餡的生乳半月燒也是明星商品 超商精準掌握小分量甜點 滿足民眾吃下午茶需求 另一家超商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有賣甜點商品 脆皮泡芙走來首搖運聯名推碰糖口味 加有莓果玫瑰純露的餅乾三明治也很受歡迎 價格上面是比較實惠 然後在分量上面是一個人也可以把它吃完 去年的甜點爆發性的業績成長了五成 其中像我們的脆皮泡芙系列 是每七秒就賣一顆是非常熱銷的 瞄準全臺一百五十億元的甜點產值 從超商烘焙店再到咖啡廳 全都卯足全力 要用最有特色的甜點 擄獲消費者的心 三地新聞 狀人一群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